当初英达的父亲去世,作为后代的八徒,想去参加爷爷的葬礼,不料却被八徒一口回绝,直言表示,你没资格参加这个葬礼,我不知道你还信不信英知道。 这时候宋丹丹怒斥,你这样对待孩子还是个人吗?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?86年的时候,宋丹丹凭借若开始了演艺生涯,第一段婚姻草草收场,在拍摄纵火饭的时候,认识了英达,两人顺利恋爱结婚,婚后很快就生下了儿子八徒。 但让人没想到的是,丈夫英达在拍摄我爱我家时出轨了,梁欢还拒不承认,无奈之下,宋丹丹和她说自己出轨了,这婚才离了。 离婚后,英达对八徒不管不顾,反而对她和梁欢生下的孩子很是照顾,气不过的宋丹丹在平台上怒骂,两人的大战拉开了帷幕,吵得天翻地覆。 后来八徒的爷爷去世,就想去见爷爷最后一面,但英达根本没有通知儿子,还直言道,我都不知道八徒海信不信英这话传到宋丹丹的耳朵里,是彻底作步。 住了,怒骂道,再这么说,那也是孩子的亲爷爷,你连这都不允许,真不是人。 直到八徒结婚,英达都没来参加,在八徒生下孩子后,英达却表示要认祖归宗,宋丹丹直接拒绝。 英达做父亲做得不咋地,不让儿子参加葬礼更是过分,邪和事不合事,只有自己脚知道。 对这件事,大家怎么看?欢迎留言评论。